为时钟思量能变的含义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第一能变叫艺术能变 好,再来,二变呢 二变,把笔拿起来,叫做思量能变 思量能变就是第七意识 老是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 永远横转的,执着的死死的 而且一刻也不离 简单讲人一出声 这小孩子你一答他,他就会哭 你把他戏弄,他就会笑 小孩子就是会这样子 他饿他就自然会哭 第七意识用不住通过任何的力量 他就会照顾这个身体 执着,从无量一节来一直保护 一直思维,恒久地去执着 第八意识的见分 见分是攀缘相分的 就是第八意识有相分 见分,自正分,正自正分 那么第七意识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己的见 为自己的相分 简单讲就是以心圆心真代至 以心圆色四代至 以心圆心真代至 中间相分两头生 简单讲就是第七意识的见分 攀缘第八意识的见分 当作是自己的相分 意思就是说第八意识 他并没有能力去分别这个根深 气界根种子 第八意识会变现成三个东西 就是根深 气界根种子 他没有执着的能力 第八意识只有接受的能力 就是无量意解以来 你只有接受的分 第六意识是分别意识 第七意识是执着意识 所造的业统统放在第八意识的仓库 就是接受 没有招架的余地 没有讲话的余地 也没有能力去排除它 因为第八意识就如同仓库无所布装 好 恶 无忌统装进去 那么第七意识叫做思量能变 意思就是说 第八意识本来就是根深 气界 种子的 一切种子根线形的根本 如同一个大仓库 可是因为我们无量意解来的不了解 根深 气界 种子本来就是一体的东西 本来就是自性清静心 结果幻化成错觉 这个错觉就是产生一种我值跟法值 所以第二能变叫做思量能变 感谢观看 不 一定是 屈